阿伟娶了一个空姐做老婆 但是空姐养了一条狗 在狗子眼里除了自己 其他男人都是敌人 所以每次阿伟想和老婆亲热时 都会被狗子阻止 阿伟呵斥狗子说 这又不是你的老婆 能不能不要偷管闲事 老婆告诉阿伟 你和他来硬的不行 那硬的不行就适适适玩的 家里不行 那阿伟便带老婆来到了沙滩 但这也不能逃脱狗子的发言 这天他们搬到了新家 阿伟用手势示意老婆 然后老婆把狗子拴在了柜子上 还给他拿了最爱吃的肉罐头 两人一顿嬉嬉打闹 结果狗子对罐头也没有了兴趣 一爪扒开 然后正开狗声直接冲了进去 他把阿伟的屁股摇开了花 气得他和老婆说 这货是不是你上辈子老公投胎啊 你前头又被他摇死你啊 藏哪儿了 你说 总是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阿伟就单独把狗子带了出去 然后很认真地和他谈了一次 他说我真的很爱很爱你的妈妈 所以我求求你 你千万不要再打扰我的新婚生活了好不好 狗子没有任何反应 晚上阿伟就想和老婆试探他一下 看看这次谈话有没有些作用 结果这次真的让他们很意外 狗子竟然一点动静没有 于是俩人觉得很反常就出来查看 原来狗子已经倒在了地上 他们把狗子送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他因为年纪太大了 是心率衰竭导致的短暂昏迷 但这种情况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第二天一早老婆要去上班 狗子似乎不想让他去 就把包里的衣服都掉了出来 然后趴在他的身上 想让主人多陪陪他 临走时老婆嘱咐阿伟晚上要早点回来照顾他 最后说了一句 狗子习惯地坐了起来举手示意 这个动作他从小到大不知做了多少次 在他心里主人就是唯一 所以最爱他的人肯定就是自己 晚上阿伟下边回家 突然看见狗子倒在地上吐了很多百磨 然后马上带他去了医院 医生说他这次恐怕是不行了 阿伟马上给老婆打电话 可因为飞机晚点 往返的飞机还没有起飞 他只能哭着和阿伟说 听医生的吧 然后擦干眼泪 强颜欢笑地又去服务乘客 医生对阿伟说 狗子现在非常的痛苦 建议进行安乐死 可狗子却想再见主人最后一面 迟迟不肯闭眼 阿伟问老婆能不能视频 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他只能回了一句不能 阿伟告诉老婆 现在狗子非常痛苦 他在等你 于是老婆为了给狗子减轻痛苦 他伤心欲绝地回复了一句 别等我了 然后阿伟就只好自己送狗子最后一场 他对狗子说 阿姐 妈妈在飞机上面 她可能都赶不及过来看你 坚持这么久 辛苦了 兄弟 我跟你说个秘密 你要我的屁股 我到现在还在等他 你保护他保护得很好 非常主张 是的 你的任务交给我 我会跟你一样主张 你不用担心 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这一刻 狗子终于接受了他 因为自己没办法再去守护主人了 他只能把这一切的任务都交给阿伟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狗子其实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家人 一旦他认准了你 你的地位在他的心里会比他自己还高 养狗之前一定要想好利与弊 他会给你带来开心快乐 也会给你带来失去的那种痛苦 你可以没有他 但他不能没有你 我是大小的狼藉的二黑 喜欢的点个赞 关个注 散会